哈喽,我是小叮当 有小凯想看姨妈家的泥 今天来拆这两个吧 爱马家和平西西的 说起爱马家泥 这里还有一堆没玩 我搅着吧 我不是美泥博主 而是囤货小能手 哎呀,又押韵了 第一包是赠品泥 装的有点多都冒出来了 第二包叫草草莓莓 还有菠萝满满 它们两个的颜色好正啊 第三包 这包的也太严实了吧 感觉缠了好多好多圈 哟,这个罐子我爱了 它叫甜蜜桃小熊 里面的泥是粉色和黄色的珠光效果 质感不重要 我爱的是这个瓶子 你们懂的啊 这两个是樱桃满满和蓝莓多多 它们四个应该是一个系列的 最喜欢买这种一个系列的彩虹泥了 这一大盒蓝色的叫云端幻想 也是珠光效果的起泡胶 还送了一些防飞天和神奇粉 再拆一箱皮兮兮的泥 哎,怎么是单独的一盒泥 这一个应该是我买的 游乐场四间套中的一个 游乐场四间套中的另外两个 一个小奶瓶 还有一个便当盒 哎,怎么又是两个一样的 研究了半天总算搞懂了 其中一个是游乐场 另一个我觉得挺好看的 我又多买了一个 所以原来它们两个是同款 这一个它的名字很好听 叫独角兽之水 底胶是粉色的 加上蓝色和紫色的糖纸 太梦幻了 最后一个 我是赠品 你们懂的 同样也送了防飞天和一包神奇粉末 这一个买重复的就赏给大叔玩吧 省着他老头我的泥 好了,老规矩每日一位 今天我拆的这两箱泥 你们更喜欢第一箱 哈喽啊,我是小叮当 你们要的网红夹水 PK小卖部夹水来了 这个我可是跑遍了好几家小卖部找到的 性价比超高的百事可爱夹水 只要两块钱 我们先来看看它的手感咋样 往外溜的时候 还有一段一段的小气泡 一点也不粘手 水润感和流动性还可以 但是好像水加了特别多 没玩几下我的手上都是湿乎乎的 而且轻轻一碰就容易破了 这样看颜值嘛很一般 再来看泥巴王家的这个马尔戴夫的海甲水 哇,流动性好像瀑布哦 还带有人一击的效果 超级闪 咚咚的水感比刚刚的要好 而且颜值是非常高的 手感嘛跟刚刚的都差不多 但是这一款更像抓不住的水蛇 很容易就溜了 再来对比一下看看它们两个粘不粘纸巾 泥巴王家的完全没有问题 再看看这个两块钱的夹水 哇哦,同样一点都不粘 总体来说嘛,它们一比一平 但是泥巴王家的剩在颜值 两块钱夹水呢,剩在价格 你们更喜欢玩哪个呢 哈喽,我是小叮当 有小可爱说我好久好久没玩千丝尼了 翻出了我泥架子中所有的千丝尼 今天来个PK吧 讲真哈,千丝尼我实在不知道咋玩 也可能是我没get到它的点 所以至今为止 我的店里一直都没有上架千丝尼 这和泥好像之前玩过的一个双拼泡夫 哎呀,啥情况,粘了我满手 这是掉渣子吗 拉伸起来有点硬 跟以前玩过的千丝尼不太一样 这两个颜色混合起来还挺好看的 就是现在我的爪子上有一层金 应该是水变雪掉渣了 再看看另一盒 不得不说这两盒的配色还挺好看 忘了说价格 这两盒一共是9块9包邮 先来说说它的优点吧 配色和颜值都不错 沙沙上也特别之余 价格上也很划算 就是这个吊渣太严重了 现在不止我的手上是一层渣子 我的桌子上也全都是了 不知道你们能不能看清 不过9块9买这两盒还包邮 性价比还可以哈 再来看这两盒我在小商品城买的 价格也是5块钱一个 就是这个量和刚刚的完全没得比啊 这也太少了吧 一个110毫升的小圆盒都没装满 而且我想问问卖家 这确定是千丝泥吗 好像碎碎冰 而且还有点粘手 不过轻轻的拉伸 好像有那么一丢丢像千丝泥 感觉这个吊渣更严重了 再看看这和我爱的紫色哦 哎呀妈呀 打不开 哎呦我的天 雷迪嘎嘎 你们看这个盒子 可以想象得到它已经粘成什么样子了 这一盒质感比刚刚粉色的那个要软一些 随便扯几下就有钳丝的感觉 但是5块钱一盒还是好贵呀 天 我这个指甲盖里现在全都是这个金了 好了 那今天来说说你们玩过最好玩的千丝泥是多少钱的呀 有小凯想要看粉色又仙气的泥 好嘞 小叮当这就给你上菜哈 今天不止泥是粉色 它的包装和摆件也全都是很少女心的 这个史莱姆王盒它叫收纳版三零欧梦 它的特别之处不仅仅是装泥的盒子 还是一个双层的收纳哦 哇这个泥也太嫌弃太少女心了吧 粉白的见面 还有里面的亮片都超好看 这个双层收纳的盒子这么萌 当然是要放我的小首饰啦 上面放两个花朵的耳钉 下面一层就放两个小熊熊嘛 不错不错 超级实用 这两包泥真是嫌弃到不舍得玩呀 但是看这个手感嘛 好像又被我放话了 哎还好还好 只是有一点点微容有点年少 毕竟广东的冬天偶尔也可以达到30度的 哇这个颜值太好看了 虽然它已经有点微容 但是并没有影响玩 抽伏机和拉伸当然也是完全没问题 而且味道也是特别香 好像甜蜜的水果糖味 起泡不用防飞贴 捏泡声也还行 总体来说这个泥性价比还是很高的 毕竟才17块多 好啦 下期见 拜拜 Lady Gaga 我就说怎么有沙沙声 原来这里还可以放东西 哎呀我的天 这两箱泥终于到了 左边的是你们催我买的富婆加泥 右边是巧巧的套盒 话不多说 开拆 一眼就看上了这个盒子和笔带 这个应该是奶糖泡泡套盒 既能玩泥 又能当学习玩具 这两个都是沉甸甸的 配件应该超级多 第二个 哦 no 小球球都露出来了 妈呀 这也太少女心了吧 没有错 我是看上了这个独角兽的手机支架 太喜欢了 第三个就是你们总催我的爆米花套盒 里面有好多的小配件 第四个 松力奶膏套盒 还有一瓶甘油 妈呀 这个防飞贴好大呀 酱品是一瓶纯甘油和芝士奶酪气泡胶 借个气泡胶在店里要卖15块呢 谢谢啦 继续来拆这么一堆富婆甲的泥 我也不知道为啥我买了六盒泥 它能发来这么多 十个魔法全部打开 Oh my god 这个颜值也太高了吧 不愧是富婆 而且赠品也特别多 先看我买的泥 它叫水晶小蛋糕 一颗小地球 你的魔法钥匙 这个钥匙是可以拿下来的哦 它是魔杖史莱姆 分量很足哦 这个魔杖也是单独的 哇 太炫了吧 极光变色龙 是我最爱的紫色 很期待玩这个哦 最后一个是魔法主题史莱姆 还有一个徽章 里面也太梦幻了 好像海洋世界 爱了爱了 所以这些都是赠品 足足五盒不同的泥 好了 今天乔乔和富婆家的史莱姆开箱就结束了 你们想先看谁家的泥 在评论区告诉我吧 点赞关注 每天测评好玩的 下期见 拜拜 哈喽我是小叮当 你们谁还记得这个小熊 前阵子在姨妈家买的甜米糖 因为实在太喜欢这个小熊罐子了 所以我在PCC又找了一个铜款 价格上贵了好多不说 这个罐子完全是碎的 请问卖家 你能长点心不 撕掉热松膜给你们看 表面全都是碎玻璃 小熊熊 你怎么受伤了呀 轻轻打开 好怕会扎我的手 算了算了 全丢了吧 好怕会扎我的手 这15块是白花了 买杯奶茶的不香吗 还是老老实实玩 姨妈家的这瓶假水吧 颜值这么高 而且很便宜 有一股淡淡的桃子香 这样看像不像王者金 完全不粘衣服 再搭几个帐篷 哎 居然在手上一点都没流水渍 老规矩 每日一问 你们买过完全不能玩的 泥衣是多少钱的呀 在评论区告诉我吧 下期见 拜拜 拜拜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